魔警的導演就是林超賢 其實你十多年前和我合作過 重莊警察我也有看 相差這麼多年後合作 覺得如何和導演再合作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很不同 那時候我剛入行沒那麼久了 2001年 3、4年 然後導演就剛開始做導演 拍了兩、三部電影 兩個都是很新鮮、很green 他亦都說 他想起那時候 他就有點後悔 他希望他可以拍得好些 那時候我也希望我可以演得好些 但是你那時候 我只有25歲 剛剛開始演戲 剛剛開始所謂 開始學會這份工作 所以就 什麼都未成熟 現在隔了這麼多年後 我覺得兩個都成熟了 我相信觀眾都會知道 在這部電影裡的人性的描寫 著目很多 導演怎樣幫你去演繹 或者怎樣表達 這次我們的溝通比較少 因為我代入了角色之後 我沒有怎樣跟他聊天 他就說 等一下我想你這樣 然後就去了 我也不知道 我剛剛這段時間出來做宣傳才知道 導演跟Crew說了 不准跟Daniel說話 那時候我覺得很奇怪 真的沒有人跟他聊天 我也不准跟別人聊天 所以當時沒有所謂 但是我記得有一刻 真的沒有人理會我 所以就是會躲在一邊 維持著那個狀態 然後需要拍的時候 就先陪位 儘量躲起來 不出聲 不聊天 其實很孤獨 那時候 又沒有怎樣跟老婆聊天 又沒有怎樣跟朋友聊天 是很害怕的 看到你現在沒事 總算沒有酒房 其實導演之前跟我們做過訪問 他有些事說說 我現在預備了給你看看 其實Benny一直都有說 很想跟嘉輝做的 因為整件事是一個很沉重的故事 當然他投入在自己的角色裡面 他這次真的投入得很準 我想我們在現場跟他聊天 我想很多人都很少跟他聊天 怎麼說過話 那甚至他兩個做對手戲 其實也很少說 真的說大家知道這張帽子沒有的 沒有的 我看到這次是有一個進步 相隔十幾年 導演就說你進步了很多 你自己覺不覺呢 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你想想我入行的時候是零開始的 不懂演戲 不懂說廣東話 到現在十六年後 一定學了很多東西 如果沒有進步 那我是一個真是很蠢的人 近年你除了主要做演員之外 上一套戲控制你是做監製 你當年曾經拿過新進導演 感覺上Daniel你都喜歡做一些幕後工作 有沒有在導演身上偷畫師 當然有 你比他這麼好 對 導演合作 我會很少坐在休息室裡等 我通常都坐在導演旁邊 看螢幕 看他怎麼指示人 拿鏡頭 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是最好的classroom 你可以在導演身上學了很多東西 我也不用交學費 是免費的 是免費的 在我旁邊 那你還不拿 你還不學 是否意味著你未來的日子 都會再拿回導演桶 還是怎樣 其實你說我做導演、監製、演員 其實是甚麼呢 我太喜歡電影 很愛電影 所以我不管 我在做演員 演戲 或者監製 安排一些東西 或者做導演 導演戲 總之我可以碰到電影 我就開心了 所以我就 為什麼會做這麼多東西呢 就想多開幾條路去參與這個process 如何製作一個電影的process